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就在2026年1月 全球最高的市内垂直农场正是落户新加坡 这个由本地公司Green Fido砸下 八千万新元打造的摩天大楼 高度达到了惊人的23米 直接刷写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很多人可能会问花这么多钱在市内种菜 到底值不值? 其实这背后是新加坡,对 土地贫血的一次强力反击 在仅有的1%的农业土地上 我们要养活几百万人 除了向天要地,别无他法 这种垂直农场的生产效率是传统农业的45倍 这意味着在小小的一块地皮上 我们能种出公全岛使用的蔬菜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场的开幕 更是新加坡在资源匮乏背景下 用科技硬生生劈开的一条生存血路 那么这种高空种菜的技术 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能让原本依赖进口的我们 开始有了反击的底气 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 如果说传统农业是看天吃饭 那新加坡现在的垂直农场就是看数据吃饭 Green Fighter农场最核心的武器不是种子 而是AI大数据和精准环境控制系统 在这里,每一颗菜从出生到收割 光照强度,温湿度,甚至是二氧化碳的浓度 都由AI实施调控完全不受外界气候的影响 结果就是这里的蔬菜生长速度比 外面快了整整30%到50% 这种精准度对传统农业简直是降维打击 更让人惊讶的是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蔬菜 但现在新加坡种出来的高品质无农药蔬菜 竟然可以反向出口到马来西亚了 这标志着新加坡农业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我们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求购者 而是成了高质农产品的供应商 这种角色的反转正是科技赋予我们的底气 而政府在背后的战略调整 则为这股技术浪潮加了一把火 大家可能听说过3030愿景 也就是到2030年自给自足30% 但就在最近新加坡政府把目标进化的更加精准了 提出了2035占比目标 政府把食品细分为纤维类和蛋白质类 比如蔬菜 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的8%提升到20% 而鱼和蛋这类蛋白质目标则要达到30% 这种划分非常聪明 因为蔬菜和蛋白质的生长逻辑完全不同 精准打击才能事半功倍 政府不再是空谈一个宏大的理想 而是通过每一个细分领域的突破 实实在在地填饱新加坡人的肚子 这种务实的进化 让所有的农业科技公司都有了更清晰的奋斗方向 聊到政府支持很多人可能会想 既然要支持本地菜 政府是不是应该给补贴 让本地菜卖得比进口菜还便宜 关于这一点 新加坡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且清醒 绝对不搞消费补贴 政府表示 我们不会像补贴邮费那样去补贴菜价 因为这种书写模式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只会养出没有竞争力的农场 政府的钱要花在刀刃上 也就是受人以余 比如通过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 资助农场去升级设备搞自动化 或者利用自媒局的计划去培育数码领袖 简单来说 政府给钱是为了让你降低能耗 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从而在市场上凭实力打赢进口菜 回到最初的问题砸下8000万件垂直农场 新加坡的胜算到底有多大 当我们的垂直农场模式在新加坡跑通了 这套AI系统这套高效的种植方案 就可以卖到全世界 所以这8000万买的不仅是蔬菜 更是未来全球农业的话语权 尽管面临高能耗和市场接纳度的挑战 但只要我们坚持科技加政策的双轮驱动 新加坡在这场粮食任性战中 就拥有了绝对的胜算 看完新加坡这一波惊天逆转 你会愿意花多一点钱支持本地种植 AI带大的新鲜蔬菜吗 你觉得新加坡这种不补贴消费 只补贴转型的做法对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